假設真的有杯葛的話 為何會杯葛我最喜歡的人 我希望他們不要杯葛我 因為我的歌曲其實挺好聽的 女生要記住一個點就是 你很可以的 我會覺得 你是可以的 總之你每逢當你受到外奸的質疑 你記住這一句會幫到自己也很多 我是可以的 活在當下 是你經歷過一些事件之後 你會發現所有事情不是必然的時候 你就會更加珍惜自己能夠擁有和做的事 每一場show 每一首歌 遇到每一個對手 你都想去認真對待 Loth & Funt是一個故事性的 由暗轉光明 由失去變成復德 是一個這樣的關係 來到一個進展的演唱會 但這次是一個概念式的演唱會 其實是一個國際性的視野 的一個概念 擺在一個演唱會上 因為它不太港式化 它是比較 外國感覺會強烈一些 還有它一個概念的意念 橫跨著包括舞台設計 舞蹈藝員的選取 還有舞蹈的編排 歌曲的編排 整件事是一個概念化的東西 大家看完之後覺得很輕鬆 很開心 好好玩 就是一個have fun的show 就不是一個語重心腸 要講一些訊息的show 用了六個月的時間 去重組一個身形 去令自己步入一個fit的狀態 去應付這兩場show 希望可以做好它 其實現在的身體狀況 比兩年前的紅館的狀況更加fit 難是難在於 我本身喜歡吃麵包 但現在切斷了麵包 因為我以前一個早上可以吃三四個麵包 結果是很滿意的 辛苦了背肌 但背肌是我感謝背肌 隔天 一個星期兩至三天 去操 而且吃東西方面要切某些食物 即卡堡那些要切掉 但兩個星期可能就會 吃頓豐富一點的 很多澱粉汁的東西 但日常盡量少澱粉汁 多肉 多菜 還有多水果 但我覺得因為演唱會 而令自己變得更健康 那件事是一個意外收穫 個人是很精神 很健康 而且體重是刷新的 最新的新紀錄 是新低點 我現在是99磅 但我正常的磅數是103至104個 經歷了這幾年 不是太開心的時間 令我反而變成一個人更加積極和開心 希望今年陸陸續續都可以 擦亮大家的眼睛 大家的耳朵 去聽一些方浩文 未試過做的一些曲風 希望自己的音樂可以跟多些人交通 現在都在計劃和其他單位合作 我覺得香港現在新的Generation 其實很多地方都很可取 因為他們的視野 他們能夠嘗試的新方面 或者他們表演的方法 亦都會有很多項目 或者他們試的曲風 我覺得都很好聽 我自己都很喜歡聽 所以我覺得 如果有一個合作的機會 我覺得不錯 可以有些新的Chemistry出現 今年其實會回歸多些愛情 多些情歌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很多年沒有唱情歌 可能說社會東西 說家庭東西說得多 說小朋友的東西說得多 但是我覺得情歌是不可滑絕 無論任何年齡的人 其實都需要情歌 其實我自己很歡迎再去拍拖 如果遇到對的話 我覺得都是那句 喜歡就去吧 今年很心癢 很想拍攝 所以其實今年如果有好的劇本 或者適合我的劇本 導演們不妨可以傳給我 照顧家庭的一部份 那個任務 現在過了一個轉裂點 所以現在多了時間 可以玩自己喜歡玩的東西 因為小朋友開始大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好奇 很多東西都想去探索 去試一下 去玩一下 我覺得現在 跟我們以往想的小朋友的世界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他們一出生就已經上網 一出生就已經戴著口罩 他們探索 這個世界的觀點和角度 跟我們是絕對不同的 我們的關係是由於情侶 與最好朋友之間 我有時做事也會掛念他 但跟他聊天的時候也要尊重他 他有他的獨立見解 甚至小時候他絕對會跟你說不 例如他很聰明地 譬如試過有一次他到處跳 我說你不要到處跳 你會弄到自己的 然後他就會說你心痛 總之他是一個很有陰物感 而且是很懂得撿衫的人 在我想學停他的時候 他已經是I love you 假設真的有杯葛的話 他為什麼會杯我最喜歡的人 這個其實是否一個讚賞 這個是不是變相反面的讚賞 我不知道 如果你的作品夠好的話 你是不需要特定某一個平台幫你說話 他自己自然而言會說話 所以我相信做好自己的本業 做好本分就足夠了 其餘那些可不可以去別人的節目 一些頒獎禮 我覺得是沒有所謂 如果他們真的有杯葛我 我希望他們不要杯葛我 因為我的歌曲其實挺好聽 我覺得女生要記住一個項目 就是你很可以的 我會覺得你是可以的 總之你每逢當你受到外奸的質疑 你記住這一句會幫到自己也很多 我是可以的 是一種生活態度來的 你便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又沒有什麼人可以影響到你 就算有些人給你一些不好的評論 我覺得都跟自己無關 因為不知為何 EQ很高 動不了我氣 動不了我真氣 如果別人說的事是事實的話 你就沒有什麼好生氣 如果他說的事不是事實的話 就更加沒有什麼要生氣 所以結論就是 無論他說的事是事實還是不是事實 都沒有什麼好生氣 所以我就懷疑這個彈數向前走 這樣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就OK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